接着还要来关心到台北市长选举公办证件发表会在今天登场 12位候选人堪称史上最多 虽然没有辩论环节 但是蓝绿白依旧是隔空交锋 无党籍的黄珊珊呼吁用选票来终结蓝绿的对立 而国民党的蒋万安则继续猛攻这个防疫问题 至于民进党的陈时中 先是批评蒋万安恶意把台湾防疫打烂 再大三黄珊珊说看不到极战力 如果你在你个公司上班 你会接受空降一个总经理 然后他什么都不懂 然后来带领你嘛 黄珊珊的当选就是终结蓝绿对立最好的方法 台北市长公办证件发表会上 黄珊珊抢公青年选票 也主打自己有最强极战力 当选能够立刻上手 不过陈时中却很有意见 是前人重述 后人成良 有一个智商157的市长跟他连在一起 那为什么这三年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极战力 明明是证件发表会没有安排辩论 陈时中隔空质问 也在为防疫问题跟讲完港上 我心也是蛮痛的 当然我没有办法把每一个人都照顾好 但是我们都尽力了 几乎是要把往死里打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 绝对不能交给那个在疫情中 让人民遭遇困难与伤害 却始终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来治理 这回台北市长候选人有多达12位 分成6组轮番上阵史上最多 其他候选人也拼曝光 11号的谢力康谈到参选动机 除了因为看了捍卫战士被感动 波子在现场打起叶问拳 甚至还大跳淋巴操 一连带来好几个动作 手语老师也很敬业的一起跳 画面超逗趣 而成功创作话题的还有 大同伙商务会天烈地 我是讲经国指定的继承人 向讲完下站帖还宣称揭秘了天机 北市政进会候选人为了博板面 抢票各出其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